哎呀,你輪轉天來,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那我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這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大家好 又是春天的季節來到 很多時候,小朋友都可能會出現了一些小孩子的病 例如麻疹等等 這方面,你可不可以幫我們的聽眾解釋一下 究竟如果我們家中有小朋友,有些幼童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處理或者留意到他們出麻疹的症狀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麻疹,也可能自己都經歷過的 因為可以說是一種童年的時候,是差不多是必經的病 當然影響的人,不只是十分仔 有時大人都會有的 是 早期不出,可能自己才會出的 有一種說法,十分仔出,通常病情沒有那麼辛苦 所以很多時候,人們就算出麻疹,就不用 就是希望早點出現,搞定了 因為你出現了症狀,就真的終身免疫了 好了,麻疹其實是一種病毒性的感染 通常影響大人、十分仔都有的 其實它是傳染力很高的 由空氣的泡沫,空氣的浮凹是傳播的 通常它最容易感染的時候 就是當診微出現之前 還有就是早期的幾天 它感染力的傳染力就最高了 好了,一般的症狀就會包括發燒 甚至乎高到104度,比較高 流鼻涕,喉嚨痛,有咳嗽 對眼睛對光是特別怕光 還有,有時可以看到廣泛性的 粉紅色或者啡粉紅色的不規則痕痕 通常就在耳,耳仔那邊,面那邊,頸那邊開始 慢慢地清掉之後 慢慢就會散播到身體和四肢的 同時發燒也會慢慢地減弱 好了,麻疹有一個很特別的症狀 可以幫助大家診斷到 到底是否這個症狀是麻疹的病 或是其他皮膚的症狀呢 有一個症狀呢 有一個症狀呢,英文叫做KOP LIK SPORT KOP LIK KOP SPORT 簡單來說,這個是一個麻疹的特徵來的 通常你會發現呢 在上顎大牙第一、第二隻牙的邊邊 那個面珠燈那裏 你會看到一點的,有一點小小粒 還有,就有一個小粒沙仔的一點 然後就圍在一個紅色的圈 就在那個面珠燈上顎的第一、第二隻大牙的邊邊 那如果你去,通常醫生就會檢查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症狀呢 有這個KOP LIK SPORT 那就是很明顯的 這個是典型的麻疹來的 好了 那一般的麻疹都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但是有時候呢 會有些所謂的細菌感染 比如那個Streptococcus 葡萄球菌 或者可能其他的細菌呢 都可能是會出現乘機感染 可以導致有肺炎 或者耳朵發炎 或者其他的感染的 OK 但是在小數,可能一千個 可能有一個多 那這些麻疹就可能會導致 是腦炎 或者抽筋 或者是昏迷的 那就是說呢 那麻疹呢 雖然最大部分都沒有什麼的 就是我常常很強調 如果你處理得好的時候呢 其實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但是有時候處理得不好呢 就可能會出現這些比較嚴重的後遺症 OK 好了 如果你遇到這些情況呢 第一次我要留意什麼呢 就是看看他的診是怎麼樣 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還有呢 在身體什麼部位呢 還有呢 看看眼睛 還有鼻光 就是眼睛有沒有炮光 有沒有發炎 鼻光有沒有流鼻水 看看小朋友有沒有咳 咳的時候呢 那個聲音會大概怎樣呢 那當然呢 看看那個口腔裡面有沒有這個 Coclic Spot 這樣東西了 OK 那這些是一般你遇到的時候呢 我們大家呢 就是所謂的望聞聞切 那你才去看 去深深一步了解的 好了 簡單一點呢 我給一些簡單的指引一下 就是怎樣用療劑呢 這樣 好了 如果你發現呢 那個症狀呢 是來得很快 來得很急 來得很強烈 還有呢 是有高 很高溫 高消體驗 那或者可能呢 是因為受驚 或者受冬風 肝凍風的侵殺而引起呢 那這個療劑呢 這個療劑是 烏頭 Aconite A-C-O-N-I-T-E 是來得很急切的 好了 那如果你發現呢 那個麻疹的病人呢 特別是對光是特別敏感 而且眼睛有些分泌的 那這個療劑呢 就是什麼呢 是Euphrasia OK Euphrasia 是有眼睛的症狀的 好了 E-U-P-H-R-A-S-I-A E-U-P-H-R-A-S-I-A Euphrasia OK 好了 那如果發現呢 那個麻疹呢 就來得可能 稍微慢一點點 就是來得不是很急的 還有那個人呢 就有一點溫溫燉燉燉 眼睹睹啊 那樣 那個人好像鬱鬱的 還有也有少許頭痛 頭痛呢 在那個背部那裡 OK 這種的情況呢 我們的療劑呢 就是什麼呢 是Jocemium G-E-L-S-I-M-I-U-M Jocemium 是黃素氫 Yellow Jasmine 這個就是Jocemium的症狀 然後呢 就是 如果 如果你那個病情呢 麻疹呢 去到就是後期 慢後期 那開始你看到呢 黃 潔潔 黃黃綠綠的分泌 還有呢 發燒呢 都是比較上 就是低燒 還有呢 那個疹呢 開始慢慢退 的時候呢 那個療劑呢 是什麼呢 就是Pulsatela 白頭翁 好 另外一個療劑呢 就是 當你發現呢 那個疹呢 其實是遲遲都不爆出來的 嗯 開始呢就變成了 有一點點 紫色啊 有些暗色 還有痕都很厲害 有些痕到呢 又熱身痕 沖身涼痕呢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你就會用什麼呢 用那個 硫磺 Sulver的療劑 OK 那就是 有幾種療劑 那 Uphrasia呢 其實是小米草 我們叫Eye Bright 是小米草 那這幾個 是簡單一點的 的療劑 來的了 好了 那用方法都是這樣 一般都是 用30C 家裡有30C 每四個小時用 用了之後 直至到你看到那個 改善了 基本就是這樣的 你用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一般有改善呢 那你就不用用得那麼密 嗯 就是覺得它有少許 停留了 差了才繼續用的 那如果是三劑之後 沒什麼症狀呢 那你就那個療劑要改了 就是我曾經給你 那幾種的選擇之下呢 你三劑都不行呢 那你就覺得那個療劑是不對 那就可以立刻可以 轉換另一個療劑了 嗯 那除了用療劑之後 還有沒有其他的辦法呢 那就是萬一 你家裡沒有這些療劑 我曾經跟大家說 你療劑在這裡的好處就是 它是快 簡單 安全可靠 還有效果是驚人的 那當然啦 那當然啦 除了懂得用療劑之外呢 其他都是簡單的護理方法啦 自然醫療的護理方法啦 那第一就是在家裡呢 就要休息啦 是吧 那尤其如果眼睛拍光的 那當然啦 就是要在一個暗一點的房間休息啦 喝多點水啦 那吃東西都是啦 就是不要吃得那麼… 就是清淡一點啦 所謂的 當然是視乎你的胃口 那維他命C方面呢 維他命C呢 可以給他維他命C 250mg 所以不要去維他 因為很多時候呢 維他了之後那個療療 就是遲早好久都會有的 那如果需要呢 可能用一些冻敷啦 那療療那方面呢 可以用一些麥皮 打多一些麥皮呢 一大杯麥皮呢 就是浸肉 那這些可以呢 是減低你那個療療的不適的 那當然啦 也都可以 如果你真的發現一些地方感染 受到感染呢 就可以用什麼呢 用金盞花啦 丁剂 用溝水一对三的水 就可以用沙布稍微敷一下 或者可以用胶性银 这些都是一种很好的简单的工具 刚才一次过也帮我们介绍了 有五种疗剂去处理麻疹 先生可不可以详细一点 给多些指引我们关于疗剂的特性 可以如何融化 我曾经所说的 第一种是烏头 烏体通常是在麻疹的第一阶段 最早期的 通常烧会非常突然和高 症状来得很快 很多时候可能受寒 被冬风、干冬风吹出 或者可能因为受惊 或者怕疼之后出现 来得很突然 身体的精神状态 很多时候是很不安的 好像很害怕死 有人陪着他就快死 那种不安的感觉 身体上可以看到有红的 鲜红色粗鞋的疹 眼睛都会红 它也会有些肝 好像犬肺色的咳 烤性的咳 尤其是在 初初的24小时 它是这样出现的 而且皮肤会有油痕 有一种气候的感觉 第二种就是 小米草 英文叫做 Eye Bright 你听到Eye Bright 就是和眼睛有关 很明显的症状 在麻疹里面 眼睛的症状是特别强烈的 眼睛可能发现 怕光 流很多眼水 这些都是属于 早期的麻疹的时候 可以用 记住 眼睛的症状 就是小米草 Eufrasia 第三种就是 Jocemium 黄素卿 黄素卿 通常也是早期 麻疹的早期 有烧 还有可能 因为受精 紧张 造致 主的症状 你看到 他人昏昏 眼睹睹 眼皮重重 他人很呕 那种的感觉 周身的肌肉都痛 你看到 当然身体有些 很广泛性的疹 还有 有时都会看到 有些 鼻孔的分泌 有些很疼的 液体水分出现 也会有些 成果是 咳得很厉害 例如犬咳 Barkinggolf 酵咳 以及喉咙 喉咳 还有 有一个特别的症状 通常是不太口渴 有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通常觉得自己不太口渴 接着就是 Pastotella 白头翁 Win flower 白头翁 通常是用在什么呢 在麻疹的 后期一点 不是第一次的 不是第一次的 不是第一次一出现就用了 后期一点的 当时 到那个时候 那个烧就已经不太高了 OK 还有呢 他那个疹在后期 就慢慢开始淡化了 开始暗了 开始慢慢退了 OK 还有呢 白头翁的人 通常是 喜欢 就是要 要暖 还有要新鲜的空气 他拍局 他会要求你 打开窗碗 要不就不舒服 好了 在精神状态 白头翁 就是 那个情绪 就是波动的 还有 就很要黏身的 还有很容易哭的 要有人陪 就不舒服 有个要家人陪着他才舒服的 好了 还有白头翁 还有一些症状呢 他除了那个 有分泌 流鼻涕 眼睛 他流出来的东西 鼻涕都比较上 是黄黄绿绿 就是比较有眼睛 就是深色一点 有时候 很可能就会有 耳朵发炎 耳朵痛 或者是那个肚射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伴症 那 Pastor Teller 其实有个特别 通常是不口渴的 好像那个旅游死 是不口渴的 好了 那最後那种呢 就是硫黄了 硫黄呢 通常就是 应用到一些人呢 就是它的那个疹 就迟迟都不出 硬是痕 但它又不发出来 那么 那手 stud的症状 还有那个麻疹 开始皮肤是暗色的 dusky 然后开始一这样 有少そう 就是 清清纸纸这样的 当然刘黄盈的人的性格也很特别 他有自己的主见 想起来就像有知学家那样的脾气 小朋友这些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 就比较懒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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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懒 最重要是他很痕 痕得来就怕热 不如你包住他 把床盖住他就特别热 还有你洗澡之后是特别热的 还有眼盖又红和兴 眼圈那里眼盖又红又血 现在看到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阶段 我们会用这几只不同的尿剂 其实在麻疹 刚才你介绍了有几只 都有机会用完一只 症状有改变的时候 我们会用第二只 没改变 没改变 可以说三季之后都没有什么改变 那就是不对的了 那就不要再拖了 马上转到突然间 明白明白 希望大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就可以去我们六创二日健康电池 在那里处备一些疗剂 在那里 这些事情 你不会猜到是什么时候 突然之间发生到的时候 那你手上有一个疗剂 就可以做到一个 及早的医治方法 不要等到去到一些 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好像 比如小朋友 或者是大人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 或者是有病发症 或者是病发症 才去搞 那就更加麻烦了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关于产品和疗剂各方面 可以联络我们的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00 而在海外的听众 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袁医生拜拜